好,进入我们今天直播主题的第三段 所以说我们刚才从军事层面上来说 台湾想在两岸之间的战火 求得外国的资源 这基本上是毫无可能的 除非愿意动用核子武器 不然这个是没有可能的 而核子武器一旦发动 不要说台海了 你这个世界都要毁灭一半了 只剩蟑螂可以活下来了 所以这个是最不可能中的最不可能 好吧 那么就是发动统一之战的契机 到底是什么 当然与其说是趋机 我们不如应该是看作需求 为什么说是需求呢 因为中国要不要收复台湾 基本上大是一个不需要太急的一件事情 因为除了所谓的民主统一的大业 第二个就是半导体产业 第三个就是国防安全 就是它第一岛链 这个最关键的位置可以守住 对其他部分是没有统一的急迫性 而事实上刚刚说到那三点 也没有实际上最紧急的急迫性 所以维持两岸暧昧的关系基础 对中国好 对中华民国也好 这是一个良好的状态 本来是应该是如此的 但是很多人说过 中国不会打台湾 因为会受到世界各国的超限战 也就是什么 全世界会因为中国攻打了台湾 而全面的抵制中国 这个理论上 这个超限战这个词汇 也是中国的退伍将军所发明的字眼 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个超限战的前提 是在中美贸易战之前 所研究出来的一个观点 但是在中美贸易战之后 美国在伟大英明的神之子总统 也就是特朗普 也就是我们说的川普的正义铁锤之下 中国已经提前被美国制裁了 所以说在这个被抵制的时候 这个感觉中国已经适应了 如果有一天失去了美国 中国还能够承受的起这个训练 但是经过疫情之后 整个世界翻过来了 美国的大傻币的策略 让美国现在不能没有中国 因为失去了中国 美国的通货膨胀 就会提升到从现在5% 甚至有可能提升到10%的状况 那么这个对美国的现状 毋庸置疑的是最坏的状况 所以现在不是美国要不要制裁中国 而是中国要不要配合美国的状态 而说到美国的QE 也就是他们的货币宽松政策 老师应该在9月的时候 在公布我们杨历10月流月总论的里面有说过 在10月份的时候 有可能美国会进行缩表的消息出来 那所以说当时老师建议 投资要谨慎 上上上冲下行很危险 现在看来 最近由美国的官方说出来 下个月可能就要开始进行缩表了 这个似乎老师又猜对了 而回到主题 这个打到台湾了 这件事情肯定是必大于利 因为现在中国的国力 勉强是维持在这个时候可以屹立不摇 但是如果说要面对战后台湾的辅台资源 中国现在的能力并不是非常的足够 而且又面临到寒冬的能源调度 现在中国要发动收台之战 可以说在天时的部分 并不是很理想 不是很理想不代表完全不行 地利的部分也有很多要考虑的点 那么我们在兵法里面说到了天时地利人和 三个条件里面有两个有问题的 但剩下的人和可能就是左右会不会开启战端的关键因素 在广泛的观点来看中国现在最鸽派的其实不是别人 就是习近平本人 按照习近平的风格这个仗能不打就不打 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还是把内部的双循环改好 然后他的工业的产业升级要做好 军备再准备完善一点 他的海军再强大一点 最后再看看要不要收复台湾 台湾对于习近平来说那是一个代办的事项 而且是最后一个代办事项 他并不着急 而且重要度可能就一颗心插平的态度 对不对 不着急的完全是不急迫的 但是是习近平必须做 这是又不急的做的事情 所以直到上周我们双十国庆之后 这一切事情就变得充满变数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按照我们过去中华民国的宪法 现在宪法也是一样的 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是包含台澎金 以及大陆还有蒙古地区 那些都是轮选区 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 这个按照历史上来讲 老师也没有说错 不要急的反驳 各位也不要觉得这个想法很瞎 这个千万不要这么想 就像我们中华民国的号称民主国家 我们能对一个网站花了几亿元的预算 然后就为了去领一个振兴券 然后很多人进去还会当机的事情 能够说什么吗 我们不是国家的主人吗 我们不是人民做主吗 有些事情你可以这么想 但是你做不到 懂了吗 而在宪法底下 两岸对于领土的治权是分而化之 大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沦陷区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解放区 也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总归大家都是中国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小小的差异而已可以谈对不对 而当年的前总统李登辉抛出了两国论 就是差一点让这个平衡完蛋 但是当时的中国的国力并不十分的成熟 台湾的老兵也还没有死光 所以包含我们的空军的优势 还有海军跟陆军的战力还是蛮强大的 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说真要打台湾在那个时候 还真的有可能撑过两个礼拜以上 而且当时美国还在武力跟经济的巅峰时期 要跟中国打 虽然没有办法是说有必胜的把握 这个打仗没有所谓的必胜 但是把中国当时的海军完全歼灭 相信还是有很大的机会了 但是要攻进中国的内陆是不可能的 中国跟解放军打那是打不赢的 内陆战是打不赢的 不过刚刚讲这些事情也是20几年前的事情了 而现在我们英明伟大的蔡英文总统 抛出了两国任2.0版 这个举动直接踩到了中共的底线 中共看小心眼对不对 讲讲也不行吗 是不是真小心眼 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及军队的鹰派 就不一定是习近平可以压得住的 以中国的政治体制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习近平他的手上拿的权力 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他没有绝对的权力 共产党不会容许任何一个领导人 拥有绝对的权力 这是办不到的事情 很多事情后面还有很多太上皇 跟一些元老跟一些长老 他们是可以牵制你的 因为你个人的权力再大 也不可能掌握所有共产党里面的派系 每一个派系他盆根错节 表面上军权是在习近平手上 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战区 还是有各地的将军在统整 而这些将军才是真正有直接兵权的人 其他包含经济跟工业各种相关的关系 真的是千丝万缕 牵动起来十几亿人在运转 很多事情不是习近平可以一言就可以处理的事情 他没办法直接潜纲独断 很多事情只是人家不讲话 但是不代表是说你就可以随便去做 而现在这些共产党的那些后面太上皇 为什么不讲话呢 因为中美贸易战这些事情 要把它挺过 现在换人绝对是件坏事 但是台湾问题它是历史问题 是共产党对他们老祖宗要不要交代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习近平的位置就很容易动摇 习近平他能够容忍吗 过去我们说过 老师这些有讲过 老师认为 如果在2020年 我们台湾的总统大选没有动 那么就会在2023年的概率最大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习近平刚刚连任 最晚不会脱过2029年 因为2022年习近平要连任 那么他要连任就得向共产党里面的大佬去承诺 他会做什么 而且他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这样他才有连任的筹码 可以承诺他在第三任的时候可以收复台湾 第三任他上了也到2027年了 说他要说着急也着急 说不着急也不着急 我们慢慢来 到那个时候之前 才会去完成了什么 民主伟大复兴的统一对不对 而好死不死 我们英明又是睿智的蔡英文总统 他们所抛出的新两国任 偏偏是要在习近平他准备连任的时候所发出 说实在的 哪怕他晚一年去讲这件事情 都可能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危险 因为现在发出的新两国任 就是让习近平你去了解 要么你现在出手 要么你就是一个软弹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在99年李登辉总统的两国论 当时的总书记是谁 是江泽民 他都敢大张旗鼓的进行了军演 当时美国还为了是说把这个事情不要失控 还特别派了航母过来 才让这个两岸的问题没有事态继续恶化下去 那么现在新的两国论 共产党内部就会看你习近平 你面对这个事情你做了什么 各位还不要忘记了 江泽民老先生他还活着 对不对 虽然他的装脚被拔出来很多的 但是不代表江泽民他没有影响力 在这个时候得把习近平架在火上烤 要么你做些什么 要么你就不要连任 你两个选一个 因为你现在什么都不做 那么多给你五年 你又能够做什么 所以重点是什么 台海最危机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 老师现在还是认为 在杨历的11月22号以前 都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在那个之后就会比较好一点呢 因为天气会急剧严寒 然后那就变很冷了 对不对 那海象 最主要是海象 也会变得不好 以及现在是美国最困难的时候 过了这段时候 让美国缓过气了 慢慢恢复元气了 那之后要动手也就很难说了 所以老师认为在下个月 也就是11月22号之前 应该说比较容统一点 好不好 不要说太准 说容统一点 在12月以前没有动手 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暂时的平安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2022年的端午节的前后 我们都可以享受到一个平安 在那个之后 我们又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紧张的时候 所以两岸会不会打 其实老师认为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 但很多人就说 你不是说2019年会打吗 没有老师说 他说2020年会打吗 老师说2014的前5年跟后5年 那不就刚好2019年跟2029年吗 对不对 老师讲话 从来不会朝令夕改 也不会事后去更改 是什么 老师就什么 但是这件事情能不能应业 那我们就用时间来做证明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